在一个宁静的夜晚 柔和的灯光洒在房间里 营造出一种温馨而舒适的氛围 我刚刚从浴室出来 身上还带着沐浴后的清新气息 洗完澡后的清涼感让人感到无比舒适 仿佛所有的疲惫都被洗净 我换上了柔软的湿衣 那细腻的触感贴在肌肤上让我心情愉悦 我正打算讨在床上享受一下这难得的安静时光 老公已经在床边等我 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认真 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 只是习惯性地给他一个甜美的笑容 准备享受我们之间的轻松时光 然而接下来的对话却让我有些意外 你有没有注意到 老公轻声说道 他的语气中带着关切和一丝疑惑 最近你私处的颜色变得有点深了 这句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瞬间愣住了 脸颊也在瞬间变得飞红 我低下头 抿挤了嘴唇 试图控制住内心的尴尬 我的脑海中一片混乱 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些问题 在我的观念中 私处是一个非常私密的部位 平时很少被提及 但不用说讨论其颜色变化了 是的 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我终于鼓起勇气回应道 我的声音有些微弱 带着一丝补白 我担心老公会因此而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 或者觉得我身体出现了什么严重的问题 老公见我有些不自在 马上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 其余我安慰的力量 没关系 他说他说他他他说 苦度 咳嗽 他说他说 这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 很多女性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这个话题 也许能找到原因 他的温柔让我心情放松了不少 我决定和他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开始讨论 四处颜色变身的各种可能原因 我了解到主透能原因 荷尔蒙变化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因素 在女性的一生中荷尔蒙水平会发生许多孤动 比如 徐经周期中磁激素和孕激素的水平会不断变化 这可能会影响到四处的颜色 在月经期间 女性的身体会经历一系列的生理变化 包括子宫内膜的脱落和出血 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身体的免疫系统暂时下降 从而使四处更容易受到感染和炎症的影响 而炎症和感染又可能会引起色素沉着 使四处颜色变身 怀孕也是一个荷尔蒙水平剧烈变化的时期 怀孕期间 预生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会大幅上升 这不仅会影响到身体的各的器官和系统 也会对四处的颜色产生影响 许多孕妇在怀孕期间会发现自己的四处颜色变身 这是由于荷尔蒙的作用导致皮肤的色素沉积增加 此外怀孕还会带来身体的其他变化 如乳房增大腹部隆起等 这些变化都需要女性在孕期特别注意身体的护理和健康 更年期是女性生命中的另一个重要阶段 这个时期女性的荷尔蒙水平会逐渐下降 随着卵巢功能的衰退 此激素的分泌减少至可能会导致皮肤变得干燥松弛 四处的颜色也可能会变身 更年期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身体和心理症状 足潮热失眠情绪波动等 在这个时期女性需要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缓解更年期症状 或告诉老公自从我开始使用新型避孕药之后 我确实注意到了颜色的变化 避密药中的激素成分可能会影响身体的荷尔蒙平衡 从而导致四处颜色变深 老公变了点头继续说道 除了荷尔蒙变化 也是一说的色素沉积也是一个原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皮肤会变得更容易出现色素沉积 这不仅仅发生在四处 其他部位的皮肤也是如此 它的解释让我感到释然 虽然岁月的痕迹总是无法避免 但我知道这只是自然的变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 皮肤的新陈代谢会逐渐减慢 这使得皮肤中的黑色素更容易沉积 黑色素是一种决定皮肤颜色的色素 当它在皮肤中的含量增加时 皮肤的颜色就会变深 四处的皮肤也不例外 随着年龄的增长 四处的颜色可能会逐渐变深 此外长期的紫外线照射 环境污染等因素 也可能会加速皮肤的老化和色素沉积 另外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 也可能对四处颜色产生影响 老公说到例如 过度的摩擦和不适合的客人护理产品 可能导致皮肤的刺激 从而引发颜色的变化 你最近是不是穿了一些比较紧身的衣物 或者使用了新的护肤品 我认真的回忆了一下 确实最近我穿了一些较紧身的运动裤 也尝试了一些新的个人护理产品 我点了点头说是的 我最近确实穿了一些比较紧身的裤子 可能这也是导致变化的一个因素 紧身衣物会增加私处的摩擦 从而刺激皮肤 仅起炎症和色素沉着 此外一些不适合的个人护理产品 如含有刺激性化学成分的清洁剂 护肤品等 也可能会对私处的皮肤造成伤害 导致颜色变化 老公的关系让我感到温暖 他继续说 审则合适的衣物和个人护理产品非常重要 如果你觉得这些产品对皮肤产生了刺激 最好更换成更温和的选项 合适的衣物应该是宽松扣气的 这样可以减少私处的摩擦和闷热感 在选择个人护理产品时 应该选择温和无刺激性的产品 避免使用含有香料酒精等成分的清洁剂 和护肤品 此外保持私处的清洁和干燥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减少细菌滋生预防炎症和感染 我们的讨论不断深入 老公甚至主动查阅了一些医学资料 想要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 他告诉我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定期进行体检 也是预防和管理这种变化的重要措施 我了解到保持身体的健康和舒适是最重要的 定期咨询专业医生 确保私处的健康状况是十分必要的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包括每天用温水清洗私处 避免使用过热的水或刺激性的清洁剂 在清洗后 应该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 避免摩擦 此外还应该注意精细的卫生 及时更换卫生巾或卫生棉条 避免使用过期或质量不合格的产品 定期进行体检可以帮助女性及时发现和处理私处的健康问题 如炎症感染肿瘤等 体检项目可以包括妇科检查、白带常规检查、笔抄检查等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 我发现自己逐渐放下了之前的尴尬 老公的关切与支持让我感受到深深的安慰 我们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 这次讨论不仅让我了解到更多的生理知识 也让我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开放和诚实 随着讨论的深入 我们的对话不仅仅停留在私处颜色变化的原因上 我们谈到了如何维持良好的身体健康 如何管理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以及如何相互支持和关心 我意识到这种深入的沟通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具体的问题 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信任和感情 维持良好的身体健康 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保持均衡的饮食 增加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 多喝水 少食用油炸和高糖食品 新鲜水果和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素等营养成分 对身体的健康非常有益 多喝水可以帮助身体排出毒素 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 油炸和高糖食品则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导致肥胖、糖药病等疾病的发生 其次要保持适量的运动 运动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提高身体的代谢水平 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 女性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如散步、考古、瑜伽、游泳等 运动的强度和时间应该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年龄来确定 避免过度运动导致身体受伤 此外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压力和焦虑是现代生活中常见的问题 它们可能会对身体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医生可以通过冥想、放松训练、阅读等方式来缓解压力和焦虑 保持良好的心态 在生活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 如工作压力、家庭矛盾、人际关系问题等 这些挑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势和身体健康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管理这些挑战 保持积极的心态 可以通过与家人和朋友交流 寻求专业帮助、参加社交活动等方式来缓解压力、解决问题 老公的支持和理解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我知道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他总是愿意和我一起面对 我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身体健康和个人护理的知识 这些都将对我今后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最终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建立在日常的相处上 更在于我们能够坦诚面对任何问题 共同探讨和解决 在老公的陪伴下 我不再感到孤单 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都能携手共度 我感激他对我的爱和关心 也为我们之间深厚的感情而感到自豪 这次谈话虽然是一个私密的话题 但它却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深化 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会继续互相支持关心 厌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因为在彼此的心中我们已经成为了最坚实的依靠和支持 女性私处脆弱而复杂 需细心呵护 否则病之一颤虚而入导致反复发炎 敏感度降低松弛和干燥等问题 让我们关注女性私处健康 重视看待颜色变化 以科实的方法 呵护女性的私密花园 女性应该了解自己的身体 关注私处的健康状况 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 同时也应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 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 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女性的健康和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